14号上午11点53分 那个我要教 因为有些人还不知道 不大熟悉 这个方程式编辑器的使用 我就顺便来讲一下 用这个方程式编辑器 这个相片呢 我当然是从脸书拿来的 就刚好有人问这个相片 这个叫做什么雷书函的 好那我现在就开始讲 对我这样先把背后的这个听的 这个这是我平常在听的佛经 先把它停下来一下 这个是康德的哲学 好这个怎么做呢 然后这个我是powerpoint 然后就是insert 插入插入这个上面写符号 符号的话那我就是选这个equation 这个equation就选择第一个equation 好就可以了好那我现在就把它放在这边 好这个解法 好这个解法的话呢 当然了因为我等一下 好了就这样子了好那这个给他好 在这边home home的话就是常用好 如果你用中文版的话这个home就是常用好 我给他大一点就是32号然后那个 我就可以开始解了 当这一开始的话那这个解法 就是说你要注意到就是这个180 就是说那个180 这个180180的话当然就是等于 180等于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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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536乘以5 那你要写这个因为我已经方程式符 我已经很熟了好我已经知道了 这个3就是就time time就是乘的意思 那所以这一题要用的话就是那个18180 是就这个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当然你要继续用方程式的话那你就是 这样子会那个比较快一点 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80 80的话当然就大家都知道 80的话就是那个那个16乘以5 所以那个他第一个第一个问题 这边的话就是说我用那个write error A R R O W 这个当然这个是要大写 然后就是说write error 那个这样子就是说write error 当然你也可以就是用那个就 双程式编辑器 你也可以这样子用点的方法 然后点这些符号也可以 比如说这边是那个write error 那我就选这个 这个是长的write error 就比较长 你也可以用那个点的方法 当然我我但如果说你键盘打键盘熟 打有熟的人你就知道 你可以用为什么 因为你两个手指打的话会比较快一点 像我知道这个是wrongwrite error 然后你打一个他也是会出现出现一模一样的那个符号 那像这个在打的时候你就等一下就常常就是说要 那个复制复制会比较快一点 好那我这边就是说请他都是那个放到靠靠左边 啊这边一样也是给他靠左边 好那因为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我就是知道说后面有没有 后面就是说那个14有没有 14然后那个算了我就这样子好 然后就是sqrt sqrt 然后那个是14 然后那个是14 这边有14 诶怎么没有出现在里面呢 因为那个诶 这边的话就是说 那个用这个也是一样 如果说我直接打命令 可是你打命令的话就是说 要那个sqrt 诶 诶 诶怎么会这样子呢 所以我有些地方 我也会 那个 我直接这样子打好了 是qrt 是 不行 好 呃 这个这个用 符号是怎样子 啊我这个地方 像我这个地方就不知道了 好那你不知道不知道就算了 你也不需要 除非你是很专业的人 好常常要用到 好 当然这个是要怎么打 马上就知道了 好 可是一般人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 那个不需要这样子 好 那个接下来呢 就是说你也是一样 就是说有一个那个 那个用这个号 那就是14 就是说这边有个180 那你就去打一下180 好 那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外面外面的话 你就是这样子 你就再要再出来一点 你就打一个外面 就是 等于有没有 这14 你这边的话呢 就是说用 复制会比较快一点 复制会比较快一点 然后那个这边是那个36 36的开翻就是6 那你就知道这边是6 跟号5 当然这边的话呢 等一下我再讲 那像这边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是一样 那我等一下是要 顺便就是讲一下 碰到这种问题 有没有 你通常就是说 要怎么做 就是这个是9 9- 好 好 那这边就是 这边呢也是9 9- 这边就是9 9- 80-3 所以这个什么 那个 就是4 4-5 那这边的话呢 来先讲一下这个 第一个 第一个是多少 第一个答案是 那个是等于 3加根号5 3加根号5 我直接先给你讲答案好了 那像这边 等一下 因为你又要用到根号5 对不对 你可以这样子就是打一下c c 那然后你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打一下 当然这边就是 要前面有打一个答案 就是等于 这一体答案是3加根号 3加根号5 你算一下3加根号5的平方 3三的9 9 9加5就是14 然后23的就是 没错 就是3加根号5 那这一段话呢 下面这一段话呢 就会等于是 根号5-2 那个是 根号5-2 就是等于 就是 根号5 -2 根号5-2 -2 那你这边的话就是说 你要出来一下 我看一下有没有出来 等于 更号5 好这样子有出来 就等于更号5 然后这个呢 就答案就出来了 当然了 这个计算是 那个你简单了 你说 是原因是 就是说你因为 你因为 因为 那像这种 做这种问题的话呢 你可以 就是说 设 设一下 就是说 那个譬如说你这边写一下 A加上 B 这个是 根号5 然后平方 你这边左边一个 那个括号 右边一个 那个 应该要出来 右边一个 那个 好 右边一个那个 括号 就是说你左边一个 括号 右边括号 然后呢 你有一个平方 你这边一样打一下 根号 所以因为你这个的话 会等于什么东西 就是说 A平方 然后加上 5 5B 那个是平方 做这种问题的话 如果说是简号 那你就是打简号 然后会加上 那个2AB 然后呢 就是说 2AB 然后根号5 然后呢 你就是解连立方程式 不是 对啊 就两个 这种方程式出这种题目 通常它不会很刁难 都可以这样子很快就算出来 那这个说 比如说 例如 例如那个第一题 第一题 第一题 我给它算一下 好 第一题的话 A平方加5B平方 它是这个 有没有 这个是等于14 14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 你2AB 2AB 5 2AB 5的话呢 你是等于那个 6 所以你很快的就可以 算出来了 好 那我这边一样 就是说用LATEC符号 如果你熟的话 你就知道说 你打LONG RIGHTA OR OW 然后呢 你打一下空一个 所以你马上就是说 其实这个 就算你不算 也看得出来 用目视就看得出来了 就是说 就是说 其中一个A 就是说一个是3 一个是1 A等于3 然后呢 这个B B就是等于1 等等 然后就算出来 好 不管了 因为这重点还是我们在原来的这个题目 我们就继续给它写 写下去 就是那个 这个 X- 所以答案就是说这个X 所以原来的题目就是等于X-3-5 然后那个等于那个后面的就是那个 那个 ㄟ-5-0-5-9-5-5-9-5-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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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10-5-10-7-9-10-7-6-7-10-10-10-4-10-6-10-7-10-7-10-7-8-12-19-10-1-6-10-15-20-1-10-8-5-20-10-67-10-8-10-目前全内 这两个方程式 然后马上就出来了 然后那个因为是有理数 那你就把有理数跟有理数 就是给他这个摆在一起 有理数跟有理数摆在一起 就是说这个是有理数摆在一起的话 就是说x-3 然后呢 这边4拿掉的话就是-7 4拿掉的话就是-7 然后那个右边有-2y 那你就是变成是加2y 好加2y 然后呢 这个是变成是-5 -5 然后那个-y 好 所以这个是-5 然后-y 所以呢 这边就是-5原来是有 那个是1嘛 1 然后那个是加y 好 然后右边的话就是等于0 确定一下 你给他确定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这个根号5y 减过来就是-5y 所以这边是-5 1加根号5 1加y是没错 这个是加4减过来就是那个 加4减过来就是减4 所以x减7 然后再加上y 好所以就是没错了 好 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得到答案的哈 就是那个你容易的先写哈 就是这个y等于-1 好 然后那个是另外呢 这边可以这样子写哈 那y等于-1 然后那个是- 然后那个是- 接下来就是- 诶 靠北怎么办 一下- 好 讨厌呢 好 那个是y等于-1 然后带入另外一个式子哈 马上就出来了哈 那我不要别中间过程 我就不写了哈 所以x就是等于9哈 好 那我这边就是顺便就是已经就讲完了什么东西 讲完了